2022年9月4日 于正再次发文谈 借钱及选择网上催债的原因 于正说 不想此人养成不好的习惯 给所有人提个醒 大家赚钱都不容易 能不借给别人钱就别借了 于正还特意强调 自己发这么多微博 不是为了上热搜 因为最近自己没有电视剧 要开机 也没有电视剧要播出 最后于正晒出 吴锦岩与李一彤的合影 并表示 我为人生中有你们而感到骄傲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在 不得不佩服于正的智慧 发了这么多微博 上了这么多热搜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 吴锦岩和李一彤参加的综艺 星星的约定 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 还有王心灵 阿娇 阿萨 黄小蕾 即将于下周五晚上 在湖南卫视开播 吴锦岩是于正的艺人 于正当然希望星星的约定可以大火 这样吴锦岩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多 就能够帮于正挣更多的钱 李一彤是吴锦岩的好朋友 是星星的约定的飞行嘉宾 也演过于正公司制作的好几部电视剧 9月2日13时49分 国内著名歌手 演员王心灵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消息称 因为工作认识了启胜大厨 没想到又因为工作来到了他的家乡云南 谢谢启胜在丽江精心安排了一场这么厉害的郡姑宴 让团队的姐妹吴锦岩 钟心童 蔡卓岩 在美食中度过了一个欢乐满足的夜晚 吃货姐姐觉得很开心 王心灵发布这一消息受到了广大网友群体关注 点赞人数高达17.2万人 截至目前1.4万人留言评论 众多影星现身云岭大地 为云南区域增添无限魅力 从王心灵发布的消息得知 中国烹饪大师云南十大名厨苏其胜 在云南丽江为王心灵等数名影星 安排了一场郡姑宴 一众影星对云南郡姑宴表示十分满意 感到十分开心 据悉 时下正值云南各类野生郡 破土而出的黄金时期 呈现鸡聪 领军各式野生郡主演的郡子大片 在云南吃郡姑宴可谓当下云南的一大特色 经了解 王心灵 钟心童 吴锦岩 黄小雷等一众影星 在云南大理拍摄综艺节目《星星的约定》 走遍中华神州万水千山 最美诗意 远方 彩云之南 魅力云南 因各位影星的到来而倍增魅力 所以余正是一箭多雕 吴锦岩会感谢老板 李怡同会感谢余正 王心灵的粉丝也会感谢余正 湖南卫视也会感谢余正 余正公司早期制作的电视剧大部分都是在湖南卫视播出的 余正算是被湖南卫视捧红的 所以余正和湖南卫视的感情也很深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余正网上催债的事情 9月3日上午 余正发微博说 有一个过气流量借了他钱 但是很久都没有还 连张颂文的钱都还了 还是不还他 而且这个过气流量最近交了女朋友 花天酒地的很潇洒 但就是不还钱 余正上热搜后 被这个过气流量看到了 他很快就还了余正的钱 于是余正又发了一条微博 说网上催债太有效了 网友纷纷猜测 这个过气流量到底是谁呢 因为参加《明日之子》第一季出道的赵天宇 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 9月4日凌晨 针对余正催债及恋情被爆一事 赵天宇发文回应 因个性原因或办事未考虑周全妥当 给关心自己的人添过麻烦 以后会多注意 赵天宇还参加过演技类综艺演技派 余正和张颂文是该节目的导师 赵天宇就是因为这个节目认识了余正和张颂文 向他们借钱